而且他六位粉才在脸书上炮轰 朱日代表谢长廷 说台湾人是疫苗乞丐吗 不要剪着日本人不要的AZ 没有想到最近就被踢爆 这张贤耀其实五月底 就跑到了义大医院打疫苗 打的就是AZ 引怕了网友一片骂声 虽然义大医院有发声明 说张贤耀是协力厂商 但由于他根本不服资格 甚至他的名字 也没有被列在施打名单上 这张贤耀自己被罚了一万五千块 而义大也因此被重罚三十万 许久没露脸的国民党前立委张贤耀 再度被讨论 竟然是被抓包五月底 已经在高雄义大医院打疫苗 张贤耀脸书25号po文批评政府 不要剪日本不要的AZ 台湾是疫苗乞丐 不过张贤耀自己五月底打的疫苗 就是AZ 疫苗轮到你打就该你去打 没有轮到你打 就不应该有特权 不应该有插队 所以违反这个规定 谁都一样 就是处罚 你也不要再一再的这种挑衅 高雄市长陈其迈 讲到火都来了 卫生局开罚张贤耀本人一万五千块 原本一大医院说张贤耀是协力厂商 频繁进驻医院 高风险人员优先打疫苗 但却拿不出工作证明 不但无法证明张贤耀有接种资格 二来跟5月28号接种名册不符 开罚一大医院三十万 张贤耀脸书被网友灌报 骂他口是心非 嫌货才是买货人 特权插队打疫苗仍然痛骂 但国民党主席江启臣 却说是政府的错 张贤耀5月打特权疫苗时间点 刚好国民党前立委黄昭顺也插队打 北市正信医院已在5月 帮前立委丁守中 还有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夫妇 打了疫苗 资深媒体人终于后就爆料 北市府掌握的正信医院 8名非志工名单当中 还有连市高级蓝显人资格 要市府尽快公布名单 如果还有其他人有状况的话 我们也欢迎大家提出相关具体的试证 然后或者是我提出检举的时间 我们会进行继承 不过特权打疫苗后 张贤耀持续身影 结稿前没有回应 三立新闻方不丰 陈江文中的报道